大家好,这节课想下抠图 这是一张数页图片,它有一个红色的背景 我们可以通过这张黑白贴图将红色的背景去掉 打开软件,场景中创建个平面 再为它创建个材质 将这里的数页图片拖入到场景当中 连接到技术社这里,观察一下 这个图片就有一个红色的背景 我们需要通过这张黑白贴图将它的红色背景去掉 再将这张黑白贴图也拖入到场景当中 将这个颜色端口连接到Alpha这里,观察一下 可以看出红色的背景就消失了 但是这里有多出了一个黑色的背景 切换到渲染模式 这里,我使用HDR贴图提供照明 观察一下 这张图片依然有个黑色的背景 渲染以前这里 我选了SYCLE渲染器 设备,GPU 再观察一下 当我使用SYCLE渲染器的时候 这个红色的背景就被扣除掉了 渲染一阵再观察一下 渲染一阵再观察一下 看上去ALT加0 F12渲染 可以看出这个红色的背景就被扣除了 渲染引擎这里,我在使用EV渲染器 当我们使用EV渲染器的时候 这个红色的背景就变成了黑色的背景 我们还需要再调整一下 选择这个模型 找到它的材料属性 往下拖动 设置这里 有一个混合模式 默认情况下是不透明 点一下它载单 这里选择α混合 再观察一下 当我们修改了混合模式 这个红色的背景也被扣除掉了 F12再渲染一下 可以看出这个红色的背景就被扣除了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张黑白贴图 连接到α这里 为图片去背景 如果使用SYCLE渲染器 我们连接黑白贴图之后 图片的背景就可以自动去除 如果使用EV渲染器 还需要找到它的材料属性 这里有一个设置 将这里的混合模式 设置为α混合 同样可以得到去背景的效果 这几个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